文佛音 见佛法 究竟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 1.我们身体这个小天地 血脉等于长江、黄河、溪流、样样都有 宇宙间所有的一切,身体内部都有 当然也有很多众生 有细胞也有寄生虫 譬如天体有北斗七星 我们身上有没有北斗七星呢?有 但是你不要着象真正的北斗七星是什么? 就在人的内心、念头、七情六欲 讲有形的人体北斗七星 你看脸上有七个 而且人体很妙的,都是三角形的 密宗有时候画坛成是三角形的 现在我把密宗也给你们公开了 密宗所谓生法宫,是生命来源的地方 普通叫做海底 海底在哪里,男女都一样 在前阴后阴的中间 就是前面生殖器 和后面肛门的中间的三角形地带 不过这么一点点大 这个地方是生命来源的根本 瑜伽把这个地方叫做灵蛇的枯穴 像龙蛇潜伏在那里 没有得到的人 死后他就跟地、水、火、风、四大一起化掉了 如果经过修道把握得住 生法宫生起的生命能 可以修成不死不漏之果 所谓不漏之果是绝对无预念 由玉界天升华到色界天去了 我们人体上外表两个眼睛到鼻孔 两个乳房到肚脐都是三角形 对不对 这是人体的奥秘 还有七角形、八角形的 懂了人体这个奥秘 气脉的转动就会很清楚了 所以密宗不告诉你 只画图案三角形 所以密宗这个图案怎么来的呢 易经和和图洛书怎么来的呢 归根结底 应该说是来自上一个冰河时期的人类 以佛教来说 上一个佛 加舍佛的末法时代 人类文化已经达到了最高峰 生命的科学也到了最高峰 可是天地毁坏 留下这些图案给下一个时代的人 慢慢再去研究恢复 所以在人类文化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这个地球又崩掉了 这也就是成、柱、坏、空的法则 所以佛道两家要我们赶快修 跳出来这个循环 坎中之经 本浮处而在内 这完全是用阴阳五星八卦来解说的 学过易经就晓得 离中须坎中满 坎卦上咬、下咬都是阴 中间一咬是阳 所以叫坎中满 所谓坎中之经又怎么讲呢 按照五行的道理 经生水 所以坎中之经是水中经 坎水里有经 这是什么道理呢 在我们身体上 坎中之经为水中的经 就是说腰部以下 因为下部生命说坎卦 不管男女 这个里头有经 这个经是坚固 颠扑不破的 不死之药就在里头 因为我们欲界的生命 譬如人 是从人体下部出生 下部属于海 属于水 密宗 瑜伽也那么讲 这个生命在海底 普通人没有经过修炼 这个海中经 永远没有发起过 只是跟着爱与两性关系 向下流走了 就是所谓 进入阴门去了 进入地界去了 不能上升到阳门 不能升天 不能升华 至于这个里头的经 人死了就没有了 说今本福处而在内 这个福字 注意呀 埋伏在那里 始终没有抬起头来过 所以印度的瑜伽 画一条蛇 叫做灵蛇 中国道家 则画一只乌龟 一条蛇 这条灵蛇 永远埋伏在那里 昏沉在那里 如果抬起头来 这个生命就变了 所以坎中之经 本福处而在内 然内者不可不出 我们修道 就是把本身里头 本有之药引发出来 就叫环丹 可惜我们普通人 凡家叫凡夫 频繁地活着 频繁地死去 一生未能把 本身的药引发出来 环丹就是要把 坎中之经引出来 自己必须要把 海底这个东西掉出来 就是燃内者不可不出 掉出的方法很多 道家密宗 就是用尽办法 要把生命这个东西 掉出来 平常它浮在海底 有时做坏事 其实做坏事 它也在睡觉 它始终没有清醒过 它一清醒 你就成生不死 进而成仙成佛了 二 密宗讲三脉 是三条气脉 即中脉 左脉 即右脉 最重要的一条 为中脉 是蓝色 似乎是在脊髓的中间 由顶下至海底 海底 即高门前的 一片三角形地带 密宗又称之为 生法宫 如果是女性的话 海底就是子宫 在中脉的两边 由左脉 即右脉 与中脉平行 距离约牛毛的 十分之一 左脉为红色 右脉为白色 左脉下通 右睾丸 右脉下通 左睾丸 女性则通子宫 因为气脉是交叉的 它的路线 与神经有关 所以右边病时 左边痛 左边病时 右边痛 不要认为周脉有颜色 有距离 就认为三脉 是肉眼可见的 具体事物了 那是不正确的 生理解剖的观点上来说 三脉是看不见的 只有在做静定的功夫时 气脉通了 自己才会见到它们 根据物理 万物皆在放射 静坐时 结三脉硬 则人体神经 左右放射能量 相互回旋作用 最深即得阴阳交流 导致身体放射的能量减少 自然精神饱满 又如出席静坐者 开始结三脉硬 亦有一旦功夫 到了某一情况 自然变成三脚型的生法观 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人体生命的根源 位于下部位的三脚地带 密宗称三脚型的图计 为曼陀罗之一种 曼陀罗意为道场 人体的生法功虽然有很多处 但这三脚型地带的海底轮 是很重要的一点 三 中脉 由头顶的卤门 中间靠后脑一点点的地方 与虚空连下来 一直下来通到海底 男性的海底 位置在生殖器和钢门之间 这里有个三脚型的地带 所以密宗的曼陀罗 画个三脚型 四脚型 都是身上气脉要点 这时与中脉连起来 从左边下来 同左边的鼻孔有关系 一直下来 通到人体右边的睾丸 这是左脉 右边的头顶一路下来 通到人体左边的睾丸 这是右脉 右脉同肝 胆 肠 胃 有绝对的关联 大便不通啊 肠胃问题 这个右脉是重点 漏单已经啊 同左脉有绝对的关联 有没有人问这是讲男的还是女的呢 一样的没有男女的差别 女性修持到某一个阶段完整了 是一样的 外形没有变 看起来是女性 里头气脉走的路线是一样 女性海底跟男性长得不同 可是那个三脚海底的作用还是一样 男女两性的海底有一点不一样 女性海底子宫这部分 有一大段的空 必须要精气充满 转回处女之身的充实 修起来就快了 所以女性修持 比男性难在这里 上端的饭学下到密处 这个中脉非常重要 譬如张子讲原都以为金的都 不是后世医学所提的都脉 是以脊背骨的前面 人体的中心 也就是密宗的中脉 才是真正的都脉 四 灼火是由瑜伽翻译来的 灼就是笨 灼火就是笨火 那是不是还有个灵火 不是的 我们生命本身有一股力量 灼火是在我们这个肉身暴体上的力量 它一辈子没有发动 人死了就没有了 所以说它笨拙 瑜伽有时换一条灵蛇 潜伏盘踞在我们身体的海底轮 没有经过修持 这灵蛇永远不发动 瑜伽术形容它是条蛇 不是真有条蛇在身上 所以也有翻译成灵能 这比较进步 灵能一发动 非得定不可 你们学密宗的 想打开身上的三脉七轮 灵能不发动是打不开的 学禅的人开悟的话 心轮就开了 心轮有八条粗脉 细的不算 所以说心轮是八叶莲花 悟到了就一解心开 或说是脉解心开 悟到了一定灵能发动 中脉通了 又一种翻译叫灵力 那更好 一边翻成灼 另一边翻成灵 只是一法不同 那么这灼火 灵力 灵能 在我们的修持上也有吗 绝对有的 那么密宗不同于险教吗 绝对相同 否则不叫佛法了 那灼火在险教叫什么 就是四加行的卵 得卵 真正的灼火 发动的卵是什么呢 就是三昧真火 什么是真火 能源经告诉过你 性火真空 性空真火 清静本然 周变法界 随众生心 因之所良 起变世间 宁有方锁 它没有固定的位置 你一定说 它在丹田之下就完了 等于常有人 来问我气脉的事 我不胜其烦 身体好像是个皮带 里面都通的 外表有九个孔 你吸口气下去 能说这口气停在皮带的中间吗 你给橡皮球打气 能控制气只停在皮球中心吗 能做得到吗 气进去了是周变的 如果你感到丹田那边聚成一块 对不起 很可能有肠癌 三昧真火也是如此 火也只是形容词 你欲是念头空了 三昧真火 愈发得起来 发起来如何呢 寒暑不清 冷了不怕 热了也不怕 这是真的 是生命的本能 这是三昧火 大家不在四禅八定 切实下功夫 所以三昧真火发不起来 在教理上说 四加型的暖 是把烦恼习气 转化了 也通 但是按实际修持功夫来讲 暖是三昧真火发起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